So 我们曾经讲过很多遍 中国的恒大富可敌国 你不要讲说 他养了一个非常大的组织队 然后他搞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歌舞团 就现在他被清盘了 我想说什么叫清盘 他破产了 对 没错 恒大这个昔日富可敌国 那许家印也是中国的首富 那么多年 结果没想到 现在他恒大面临到被清盘 香港叫做清盘 那实际上在台湾叫做清算 你说这家公司呢 他目前为止来说 已经这个没有丧失的价值 那上这个价值之后 债权人可以发起说 把这个公司给关了 关了之后 由法院或是相关的程序 来进行说他的资产 跟这个相关的负债的 相关的减免的状况 就有多少拿了多少回来 对 那你看事实上这个 这个被清盘这件事 已经早就知道了 因为为什么 前几天的时间点里面来说 恒大还有恒大汽车 恒大物业 他们三家公司一直在下跌 而且今天的盘中来说的话 他们其实也是停盘 停盘之后 结果后来没多久的时候 他们还继续 可能明天继续往下跌的一个状况 为什么 因为这是法院 香港的这个高等法院 他们今天就这个恒大清盘 进行这个所谓的审讯 为什么 因为有债权人认为说 你都一直不清盘 我清盘的话 或许我还能够拿回一些 如果你一直不清盘的话 我永远被你卡在那个地方 我也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所以他们就提出这个法 这个所谓清盘的这个要求 就香港的法律就说 OK 他就清盘吧 就勒令他清盘 清算了 那清算之后你知道 你知道他到底目前为止来说 以他最新的财报到底是怎么样 他目前的总资产大概1.74兆人民币 折额新台币是7.57兆 那还很多啊 对 但是他负债是2.38兆 他负债是10.35兆 所以两个人减一减减一减之后 大概还有8000亿左右 大概约莫是3.48兆 没有潮落 负债 对 负债没潮落 也就是说目前为止 清盘之后 有些债权人是注定拿不回他原本欠的这个钱 那他的目前的顺序到底是怎么样 第一顺位是员工 他会先给员工啊 然后给这个社会欠国家的保险金啊 还有公积金等等 这些会先还 第二顺位是要还了各项的这个税款 然后第三顺位是要偿还了这个债权人 所以呢 第三顺位里面来说 恐怕很多人 大概8000亿人民币左右的钱呢 没有着落 那你现在恒大有这么多的房子 你还没有交屋 那我买恒大房子不就完蛋了 对 目前为止来说 恐怕有面临到 可能没办法交屋的这个状况 所以你现在买恒大房子都完蛋了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这个恒大可能目前再建的这个房子来说 如果假设它被清盘之后呢 他们是有所谓的这个社保基金 还有这个所谓的信托机制 那如果信托机制里面的钱没有被动用 或许你房子还可以盖个完 但是呢大部分呢 目前为止大概都已经没办法盖完的 这个局面是非常大 那甚至现在大家清楚来说 那恒大到底有多严重 那恒大原本许佳有一个梦想 他叫做恒大同事界 恒大同事界 对 同事界什么意思呢 因为他说了 我在很多地方都要打造一个 类似迪士尼这样一个状况 那我不只要打造迪士尼 你看它里面有什么童话大街 然后什么虚拟大街 这都是恒大的房子 对 然后那个一个迪士尼旁边 它会有非常多的案子 所以它同时有一个乐园之外 它还会有一个房子在那边卖 有一个物业在那边卖 就像它现在到处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你看它在恒大的这个在贵阳 有一个这个同事界 你看原本要盖成这个样子 但现在变成是这个样子 也都完全都弄不出来 它占地有八千亩左右 那预计要投资上千亿 就没想到 都变烂尾楼了 对 现在房子随便一卖 都是腰斩以上才能够卖得出去 那这不是单一个 这是贵阳的恒大 那你看他们在什么地方 在广西的南岭 还有一个恒大同事界 你看他们原本的规划 是要做成这个样子 哇 里面这个同化的房子 然后游乐设施一大堆 就后来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根本完全盖不完的一个状况 那不是只有这样 你看我们刚才讲到有贵阳 然后广西南岭之外 你看恒大 江苏 也有一个同事界 你看都是这么大的规模 结果都盖成这个样子 那这是因为这个同事 这些都是同事界 对 都是觉得都得同乐园 对 现在都变鬼屋了 盖不完 而且你看盖不 因为这种同化世界 盖不完反而最糟糕 因为你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对 你住人也不对 那你要把它改建成什么 也不对 所以现在全部都变成烂尾楼 那烂尾楼你知道 恒大还没有办法去 这个照顾这些烂尾楼 那这些烂尾楼 全部都被偷走 里面样品屋的什么灯泡 然后什么冷气 全部都被搬走 对 所以等于是说 你现在空有这个 一个所谓的空壳子 在这个地方 但里面的东西 全部都被搬走 所以事实上目前 你要以为说这只有一两 只有我们讲到的什么 贵阳 南岭还有江苏 没有 它在中国有17个这么多 你说这样有17个 对 那所以这17个来说 它每一个投资 都是超过数千亿 甚至还有千亿的 民币的规模 就没有 现在全部都变成是烂尾楼 你看我们就整理出来 它有这么多个 对 广西的 海南 西安 安徽 你看一大堆 这些全部 它都要投资这么多 投资这么多 现在为止都完全没办法 没办法有着落 而且很多案子是 刚投资下去之后 没多久就已经资金断练 所以事实上你看 它要说每一个计划 都要超过迪士尼 等于是中国有这么多的迪士尼 这个中国迪士尼 就没有现在完全这些 完全跳票 所以来跟你讲 现在恒大进入所谓的清盘 就是被清算 我觉得这个路 这个对恒大来说 当然是完蛋的 可是他们在中国留下 这些这么庞大的烂尾楼 你到底要怎么解决 我们讲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最难解决 它这些所谓的商场 这些所谓的童话事业 你到底要如何去散后 这恐怕是变成 未来中国房地产 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而且现在不是说 是恒大地产 它旁边 像什么恒大汽车 这些周边 也都完了吗 现在所有的恒大汽车 都要进入所谓 清算的这个状况 所以我就说 许家印过去 它有上千亿人民币的身家 未来可能都完全会 灰飞烟灭 所以董事长 没有想到眼看人起高楼 眼看人验宾客 眼看人楼塌了 什么都没了 不 宏大这个故事 我们当时在谈宏大 你记得好像 已经三年多前了 对 所以换言之讲 它应该要倒闭的时间点 应该是三年多 三年前就要倒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拖到现在 这是第一个 我要问的问题 拖到现在以后 那我们再谈第二个问题 标准在处理这种 所谓的问题资产的时候 是怎么处理的 我们第一个 银行处理的事情 很简单嘛 就把这个东西 整个都送拍卖嘛 对 拍卖之后就 或是直接由公司方 或是说由银行贷款方 把它卖给AMC公司 AMC公司用两则三则标准 然后叫居住AMC 用一层一层一层的处理 这是健全的 自由市场金融的处理方法 对 它为什么要拖那么久 我们要回过来 拖那么久的时间 政府就是 它政府就一段时间 政府说你媒体 你银行不能倒 对 银行不能倒 你可以让AMC买啊 它在干什么 你知道它在干嘛吗 在干嘛 我跟你讲 因为共产党的经济里面 有第一个目标 叫什么东西 叫做政治挂帅 我问你嘛 宏大会搞那么大 老板是谁啊 共产党 老板是高干嘛 他这个背后 台面上那些人物 都会鬼混 都是搞来搞去 你为什么我贷款给你 对 为什么你可以银行取得贷款 为什么你要取发行这个特别股 对不对 在市场上吸金 这背后都是几个大家族 在这边享受它的利益 这些套牢谁 套牢这些大官 大官 大头这些大人物被套牢 所以他干嘛 他拖了几年时间 让这些大咖先逃 先逃 先拿钱跑路 大家大咖先解套 没跑路 把这个钱先套开了 套开以后剩下烂摊子 丢给市场去处理 红二代跟正二代 解套完以后 开始进行正常的处理 他开始的救市 他有很多正常理由 所以第一波的资金 是中央银行出的钱 救他的 然后空置里头不准倒 中央银行的钱 就留给这些高干跑掉了 对 然后让有钱人 让有权利的人跑掉 然后最后他现在开始 进入程序处理的时候 就会变成这个韭菜 就倒大美 就一步步根据正常 程序处理 然后他还有第二个问题 很简单 他总共的GDP 这些GDP 占国家GDP多少 30到35个% 多可怕 全世界最大的 35%的GDP 在房地产上面 他这个不搞掉 我请问你 这个国家怎么发展 斗不了了 斗不了 你卡死资金卡在里面 资源卡在里面 收入资产卡在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